高雄荣民总医院急诊部 高雄荣民总医院中的急诊部急救团队 每分每秒都在与时间拔河 尤其高雄荣民总医院 身为南台湾第一的教学级医疗院所 更肩负照顾领导民众的责任 因此开院之初便将空中转诊 纳为首要规划 因为我们医院身处高平棚 高平棚这么广大地区 那我们是唯一的公立的医学中心 那我们肩负的责任 医疗责任跟社会责任 又比一般的医院又要更加的兼具 所以我们很早 我们医院在开院的时候 我们就有建立我们的空中直升机的停机品 那我们的急诊团队 我们也都随时24小待命 肩减伤 我刚刚有那个接到 洪湖三种医院打电话过来 有个空转的病人要转过来 麻烦你们帮我追踪一下 三点十分的时候 有一台直升机会降落在停机坪 是 收到 来 需要的东西 小心哦 小心小心 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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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诊部医疗团队全是由资深医师与护理师在第一线把关 除了平日急诊医疗业务外 也鼓励医疗工作人员接受急诊外伤训练课程 高级创伤救命术、高级心脏救命术等训练 更设立急诊创伤训练教室 以国际标准实时更新紧急医疗知识 都是为了让急诊患者能多一分生机 急诊就是整个医院的缩影 不仅是要快速的一个诊断疾病 而且必须要快速的稳定病人 急诊有配备独立的一个检验系统 影像系统 甚至超音波、电脑断层摄影 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达到最好的一个诊治效果 我们期望在六个小时内 做出最终的一个判定 高雄荣总急诊部 以事病如亲的态度 为全台与离岛、国际病患 带来最安心的守护 高雄荣总急诊部的灯号 将持续在南台湾发亮